不要以為關節退化是老人家的事 你從年輕開始做這些NG動作 可能他就比較早找上你 比方說好了 U-Bike又環保又健身 大家都覺得很好 可是主任你說這樣不行 來 嘉義士你幫我們示範一下 你突然看到U-Bike都怎麼騎 是沒有插U-U卡就騎會被抓走的意思 我們幫你已經先付了錢 一般我U-Bike就是開一個比較新的 我就上去就騎 會挑新的 上去就踢下來就開始騎 一般而已我們就是看到U-Bike 感應之後就牽走了 但是不曉得上一個人是高是矮 比如說像雲龍很高 然後雲龍騎的腳踏車 他可能坐墊就調很高 或是前面是一個小學生騎 他可能就很矮 像那個嘉義士他現在騎這個 你可以看到他的膝蓋 不管是踩下去或踩上來的時候 他的膝蓋都是很彎的 這時候代表他的這個 這個時候他的膝蓋的病骨 跟骨骨的摩擦的力量就會很大 這時候騎久 他如果只是說從捷運站 騎到某個百貨公司可能很近 他如果今天是騎很長土的 我們不要去各個名勝古蹟都逛一圈 這時候他這個不停的踩 他的時候每升值萬驅 升值萬驅 他就一直在摩擦 摩擦 這時候他就對膝蓋不好 這時候這個坐墊很明顯 就是太矮了 那到底坐墊應該怎麼調 那坐墊要怎麼調 看到車不是馬上跨上去 原則上我們就是靠到U-bike之後 我們可能就請嘉義士靠過來 你可以注意到 這比較簡單 就是看我們的口袋 或是我們的腰帶的位置 這個時候 這個是我們大概要調的位置 所以我們就可以預估 大概是要調到這裡 這時候差不多拉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腰帶下一點點就對了是不是 我們稍微把它固定 然後請嘉義士踩上去 先踩上去 把它踩到底的時候 膝蓋看會不會可以伸直 稍微伸直 但是它又不是完全直 如果完全直 還要用墊腳尖 這代表太高了 太高的時候膝蓋會往後 踩下去的時候會往後 它就會兩個關節會互相撞擊 這個時候也是不好 所以踩下去的時候這邊是微彎就對了 微彎大概10到15度是OK的 然後踩上來 這樣子 就不要小於90度會是對 所以可以再稍微高一點 可能對於這樣子就好 所以這坐墊還要再高一點 所以差不多就是在腰帶的位置 這樣才是比較安全的 靠過去只要調到這邊 大概不會差太多 記得這個坐墊是一定要調的 另外瓊燕 你會不會有朋友 跪在地板上擦地板 或者很多媽媽 在那邊很低的地方 鑑彩 洗衣服等等 有 其實鄉下很多媽媽在洗衣服 就是可能左鈴右色一起 然後那個水龍頭打開 對 都這樣子蹲著 然後邊洗邊聊天 然後一洗可能就是一兩個小時 因為又邊聊天 對 那像我自己的話 我覺得就是這樣仔細回想也有 因為我們會自己洗內衣褲 那你在洗內衣褲的時候 通常都是在那個浴室裡面 然後就蹲著這樣一直洗 然後後來發現其實這樣好像是 不太對的姿勢 那為什麼不對呢 比方來主任幫我們開場 像假設江醫師在洗內衣褲 這時候就很爽 你說洗內衣褲的動作不對對不對 這件事情本身就不對 這時候他等於就是 類似這樣蹲著 像蹲馬桶 這個膝蓋也是一樣 跟剛剛坐墊太矮一樣 它是過彎 過彎的時候這個病骨 你摸摸看 這個病骨其實是往外往下移的 它就會 這個地方就會貼得非常緊 然後還有後方的骨骨 跟頸骨的關節也會壓力會增加 這時候大概會增加我們膝蓋 壓力會八倍以上 所以這樣子 長期這樣子洗是不好的 有時候有些人是 一個禮拜的內褲一次洗 一蹲就一個小時 就起不來了 對 因為起來 這時候就很痛 還滿痛的 所以接下來這個櫃座 江醫師這你要示範嗎 可以 櫃座 這櫃座就更辛苦了 感覺 可是日本的不都這樣嗎 這樣才有禮貌 像其實這個動作是 我很常在就是地板上 擦頭髮的時候 所以這個角度更大就不好就對了 你貴座的時候有時候 你有注意一下我們的病骨 其實有時候會直接被怎麼樣 就壓著都很麻煩 被我們壓住 了解 像江醫師體重還標準 像我這個這麼胖 體重已經超標了 又再壓下去 它的這個壓力就會到10倍以上 所以這樣的貴姿 是對於我們的病骨骨骨的關節 最容易磨耗的 這是很傷的 好 日本人都是這個姿勢 可是我們能避免就盡量避免 那這個快速蹲低 這是什麼意思 就讓我想到 女生上廁所是這樣嗎 性別女生的關節 膝關節退化是比較多的 患的人也比較多 當然有一些公衛學者 他就從各個方面去 包括坐家室比較多 跪著等等這些坐家室的姿勢 還有一個他們覺得 女生跟男生上廁所的平常 不一樣 蹲下去的話 女生使用廁所的時候 蹲下去的機會比男生高很多 但我們認為這其中 是其中一個因素 然後快速蹲低 怎麼走這樣 像比如說我跟江醫師剛好 就是下課了 我們兩個是高中的時候 都蹲在那邊聊天 抽圓 抽圓 就在那邊聊天 然後蹲久了 年輕的時候都 晚上站起來 沒關係 然後我們下一個很快50 都蹲下去 下去要這樣子一下 我們兩個就 要稍微左右畫一下 我們互相拉一下 要互相扶植 關節已經磨耗了 不能這樣這樣蹲了 所以就變變換動作 尤其蹲到站的時候 這個動作不能太快 否則的話 可能就會提早找上你了 所以雲龍也要教大家 哪一些動作 可以幫我們舒緩一下 真的做態低的時候 我先建議就是說 一定要慢慢的 然後記得身體向前 屁股慢慢抬起來 屁股往後走 膝蓋就不會往前 這個當然就是 剛才醫師講的 就不要快 但是屁股要記得向後 然後回家 也不要坐在地上 這樣子綁鞋帶 既然坐高一點的椅子 然後跨上去 延伸的綁鞋帶 關於關節的保養 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要恢復關節的活動度 所以從年輕的時候 就應該把關節活動度打開 其實保持關節的活動度 很重要的是 你睡覺前最好就可以躺下來 然後輪替的把你的膝蓋 盡量抱到底 這樣子沒有壓力的情況之下 停留30秒 然後兩邊要記得多輪替 那麼這個是在關節的活動度 要保持之外 你的前方的肌肉 很多人因為跑步 三鐵 它望著伸展 前方的肌肉的緊繃 也會影響到關節的活動 所以也最好是在睡覺前 除了抱正面的膝蓋 你也可以先側躺 抱著膝蓋之後 然後收好你的小腹 把它靠近你的屁股 對 如果覺得這樣還不過癮的話 你大可以趴著 還不過癮 對 然後尺骨往床底壓 然後壓著這個腳 盡量靠近 你會覺得很多的延伸在股市投機 也就是每天做完一些動作之後要 做一些伸展 然後你也可以躺下來之後 像剛才醫師講的 你可以把腳踝勾起來往內側 你可以抱著大腿 停留30秒或10秒鐘以上到30秒 然後休息做10次 這樣又可以拉伸到後面 又可以做一下肌力 所以這很生活中的小小的保養 可以讓你的膝蓋關節度維持得很好 好 那如果真的到了最後階段 小陳威尼醫師 比方以這一次洪金堡來講 好了他也關節動了一些手術等等 那到什麼情況之下要換人工關節 又是怎麼樣的換法 哪一下要注意的 那我們膝蓋的話 這個是一個膝蓋的模型 當然這個已經換上人工關節了 也就是說我們如果是在第四期 關節的骨頭已經相碰了 然後它已經產生非常多的骨刺 然後周邊也都沒有辦法正常的 彎曲伸直的時候 我們就可能要考慮換人工關節 那人工關節原則上 它要換的時候 基本上它是很簡單 它只是把我們的表面 壞損的地方做移除 然後換上一個人工製的 就是金屬的這個外型的關節面 中間再加上一個墊片 那如果病骨這個關節有膜號 也會順便換掉 那這時候它就可以恢復到正常的彎 跟伸直的動作 那這樣子的方式是適合大概65歲以上的人 65歲 然後它的疼痛經過一些保守的治療沒有效果 比如說做物理治療 做玻尿酸的注射 或是做一些自體血 小板血漿的注射都沒有效果之後 它可能就可以考慮 就考慮使用這個人工關節自換 那這樣子可能它換完之後 它就可以 手術握就可以開始下床活動 然後做肌力訓練 然後它慢慢的就可以 恢復到平常的生活 它要去散步 要去爬山 原則上都可以 那換人工關節 很多人擔心說 換了之後到底能不能 像平常那樣走路 這個是你們平常會 所以還滿重的 對 放在大腿骨的部分的人工關節 其實它 我們剛剛稍微有量一下 大概它的重量大概在450公克左右而已 它創是跟哪一個組合 就是大腿的部分 然後這是我們的小腿的部分 這個就是像我們中間的軟骨的部分 是一個墊片 它主要是讓我們的關節 可以很平順的伸直 很平順的彎曲 等於原本我們這個軟骨 也就是現在這個墊片都磨掉了 是的 所以必須要這個 然後再加上下面這個墊片才可以 把原本壞掉的關節面做取代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比較 對於骨科醫生 是一個比較簡單的手術 比較簡單的手術 那主要就是病人手術後的恢復 就是要手縮第一天 第二天 住院期間就要做復健了 才可以很快的恢復它的功能 那如果說 因為當時開完刀 感覺就超級痛的 那如果說真的是乖乖做復健的話 大概可以恢復到什麼程度 也可以蹲著 像女生可以蹲著上廁所嗎 原則上我們現在新式的設計 它都已經設計到可以做一個 過度彎曲的情況 也就是說像有一些老人家 他喜歡蹲在日月潭旁邊釣魚 或是他喜歡 有一些老婆婆喜歡做瑜伽 他還是可以做 只是說他必須要把他的關節活動度 做訓練到可以完全伸直 完全彎曲 還有他的肌力要練回來 這樣子他的功能就跟原本的膝關節的功能 是類似的 有點像洪金堡的狀況 原本不能走了 然後經過一些手術之後 他又甚至可以小跑步 可以彈跳等等 對 我們希望他可以正常的活動 然後可以維持他的心血管功能 然後讓他可以運動 維持他的骨骼的強健 才不會因為一個膝關節不好之後 不能運動 骨質也不好 然後三高最後心臟病 糖尿病 然後腎臟出問題 這些都對於老人家不好 所以我們希望他是趕快換好 或是做完適當的處置 包括不同分歧 不同的治療 讓他可以有一個可以活動 又可以正常運動的心關節 這個有年限嗎 比方說要用了十幾年 這個年限原則上都在十年以上 十年以上還要再一次 如果我們不要常做那些 像什麼褲跑 這樣跑來跑去突然跳下來 或是老師 比如說我跟江醫師換完難關節 兩個老師蹲在那邊聊天 對 這個骨骼骨原則上 這個墊片原則上 是可以使用很久的 OK 好 但也不能夠 像我這樣一直胖 最後十年到來可能就要換了 你自己要做個示範好好減重 有今年的目標 就趕快瘦下來 不然病人每天說 醫生你叫我變瘦 可是你比我還胖 真的 趕快回來之後要繼續來看 那麼我們剛剛提到的 這些長壽荷爾蒙 它在料理當中 有一個部分也是可以 幫我們補骨質的 也就是避免骨質疏鬆的部分 馬上回來